台股短期之内还是有机会能够挑战季线 6,877点到7,743点弹幅接近12.6个百分点 突破季线后开始滑落 另外向2012年4月开始起跌 6,857点的低点反弹8点一个百分点到7,418点 又开始下刹 分析师提醒 反而是8,500点大关之上就要减码 季线因为现在扣底9,300点以上的高指数 所以他每天用17点的速度下滑 对这种中长期的下滑的季线 一次我的经验是不可能过关 就当指数冲到8,500点以上的时候 从这边可能要部分选择获利了解 或者换火操作 继上周周线大涨305点之后 台股本周变数不少 向周二立法院开议 红板正所税能否顺利过关 周三台指期结算 以及FOMC的利益决策会议 是否升息都左右台股表现 是不管他升不升息 都是短线的利多 为什么呢 第一个他如果升息幅度一定很小 那会变成全球股会是 都有一点利空出境 如果多头顺利扳回主导权 台股短线就有机会挑战基线 恢复上攻动能 不过专家提醒 2008年金融海啸肆虐 还来不及谈到基线 就开始无情杀盘 投资人期待反的行情 也别忽略 变数依旧存在 根本回到尾本 停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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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满